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北京的香港回歸15周年成就展開幕之前 與行政長官曾蔭權以及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見面 習近平說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取得巨大成就、社會和諧 又讚揚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7年 帶領特區政府積極進取務實有為 中央政府衷心希望曾蔭權全力支持新特首梁振英繼往開來 成就展開幕,國務委員留言東致詞時說 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會率領中央代表團到港 出席回歸15周年活動以及新政府就職典禮 胡錦濤將會帶來中央的祝願 又引用唐朝私人黃灣的詩句 朝平兩岸闊,風靜一帆圓,祝福港人幸福安康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不得